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请问你这次来有什么事吗 姚副总 我今天来是代表纵横开发 上来跟您谈谈有关于你们 紧锣密鼓开发的那个土地案 据我们所知 你已经成功收购了大部分土地 只有一小块你们还没有拿到手 对不对 剩下的那部分 已经被你们公司收购了 没错吧 看来姚副总已经做好功课 那我 就直接了大跟您说了 我们综合开发 希望跟贵公司一起合作 开发这个土地 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我们公司 一向独立开发 不会随便和其他公司合作 这一点请周先生见谅 虽然我们公司是新成立的 但是您放心 我们有足够的财力跟能力 跟贵公司合作的 我相信姚副总一定知道 合作总比各自经营来得有利吧 我担心的不是贵公司的资金 只是我们姚市企业 向来是规规矩矩的手法企业 我不希望开发案太过复杂 但据我所知 这个土地案 是你们贵公司明年 要进行的重要案子 你想想看 如果少了我们这块地 你会损失多少 这笔损失 我相信你我都不乐见 周先生 你不必多费唇舌 姚市 就算只有部分土地 开发案照样可以进行 至于贵公司的好意 我们就无福销售 OK 既然话不透极 那我先告辞了 不过 我要告诉你 我们综合开发 不是这么轻易放弃的 再会 姚董 你放心 只要有圣哥在后面帮你看着 任何问题都会帮你解决 你的工程一定会顺利进行 对 你放心好了 谁敢跟咱们过不去 我第一个跟他翻脸 这当然 当然了 不过 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 也不想惹上太多的风波跟麻烦 解决问题是我的专长 绝对不会有麻烦 更何况 大家合作之后 会为彼此带来可观的利益 就这么说定了 那这案子就交给高律师了 好 家伙 来来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黄天圣 黄董 人家叫圣哥的 这是高律师 姚董 我们先告辞了 谢谢你 不客气 慢着 辛苦了 那走吧 爸 刚刚那两人是谁 没有 他就是一般 投资这个开发案的生意人 可是 那个黄董 看起来交互也很重 你 你该不会跟黑道扯上关系了吧 小声一点 你不要乱讲话 万一被听到了怎么办呢 听到了听到了 当然我们报警嘛 你说得到轻松 我是好不容易才找个套靠山来自保的 爸 你听我说 一旦跟黑道挂钩上了 想洗都洗不清了 我们做事要原则 你以为我喜欢这样 跟我讲原则 你有原则 你有原则会竞赶换月 我 好了 决定的事情不要再讲 大哥 我已经跟姚氏切的少东联络过了 哦 结果呢 他们完全拒绝了我的提议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有没有找他老子谈过 还没 我打算明天去 算了 不用再谈 志康 你去把那个少东给我绑来 软的不吃我们来印 看他老子救不救败 大哥 有这个必要吗 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姚家伙 在公司里没有试权的 所有事情都是姚成坤在管 你把他绑来 没有太大意义 我知道 我就是要你把小的绑来 好威胁这个姚成坤 大哥 这样不好吧 以后我们怎么跟人家合作 况且传出去 人家说我们没有道义 呸 我还需要你教我什么江湖道义 志康 你最近做事 怎么婆婆妈妈 怎么 你心里头有什么打算 大哥 你不要误会没有 帅 阿伟 大哥 姚氏企业开发案 就交给你办 是 绑姚家华的事 也交给你了 是的 那陈世安分的方面呢 请你多关心一下 因为他才刚从赶花月出来 所以还需要一段先去事宜 你等我一下 请进 好 好 OK 保持联络 谢谢你 拜拜 谢谢老师 怎么突然跑来啦 来 坐 怎么看起来一脸沮丧的样子 不开心的事情啊 这样说出来 是不是失恋了呀 你别挖苦我了 我连个讲话的朋友都没有了 哪还在失恋呢 干嘛把自己说那么可怜 算了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嗯 是不是 又跟爸爸吵架了 你真厉害耶 怎么什么事都知道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酸命吗 唉 你也知道我和我爸的关系 毕竟我不是他亲生的 也许在别人的眼中 我很幸运 成了有钱人家的小孩 但是 其实我很空虚 无时无刻都觉得很没安全感 我能了解你的感受 但是 你有没有站在你父亲的立场上 为他想一想呢 你回想看看 你在赶化院的时候 他有没有放弃过你 那现在你父亲有他的考虑 并不表示你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降低了 不是吗 也许是吧 但 我也尽力达成我父亲的期望了 尽力是没有错 但是相互关心才是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试着 去想过你父亲的需要 试着去关心他呢 也许我做的真的不够吧 只关心我自己 却忽略了关心我的家人 陈老师 要是能够早点遇见你 也许我就不会 悟无其路近改化院了 人嘛 难免会犯错 我以前 也有个糊涂的过去啊 但最重要的 就是要记取教信 不要再重蹈覆彻了 谢谢你 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 佳华 你要答应我 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式解决 不可以再侮辱歧途 嗯 没问题 今天要不要换个新口味啊 我们店里还推出了焦糖拿铁 客人都说不错喝哦 不要 我习惯了 你真的很固执耶 大故意 不好意思 等一下帮你送来了 干嘛 有事吗 放过佳华吧 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男孩子 好不容易改过自新了 我不希望你们伤害他 我跟他无冤无仇 我刚快要害他 我们打算跟姚世奇也做生意 才找上他了 我不是担心你 我是担心你背后那个齐老大 难道你忘记他怎么对待阿哲的吗 姚承坤收养了佳华 他是这么努力的想要讨好他的养父 所以他曾经迷失过自己 那好不容易他现在 等一下 等一下 说什么 佳华是被收养 嗯 这么巧 我看他的眼神 难道他就是我弟弟志祥 她是被收养的 嗯 这么巧 我看他的眼神 难道他就是我弟弟志祥 你要去哪里 我跟你说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现在这个案子 齐老大已经交给别人负责了 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你要找 找他好了 还是我喝吧 谢谢 老板 你找我吗 坐吧 坐吧 你看看 喜不喜欢 好漂亮的钻石项链哦 这是送给我的吗 嗯 有人说 钻石 象征着永恒 既然我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 没有东西 比钻石更适合来代表我们的爱情 老板 谢谢你 你真的对我很好 我们两个彼此相爱 对你好 是应该的 来 给我看看 好不好看 好看吗 很漂亮 以后 我一定会常常戴着这条项链 而且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是你送给我的 好不好 好 安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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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救救我 救救我 哥 不要 佳华 阿靖 不要着急 你这个样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在想什么 难道我们就看着佳华变成另外一个阿哲 眼睁睁看着被黑道活活的打死 生与死都是有天命的 我们不能用法力去扭转 否则会违反天意 造成天下大乱的 更何况问题的焦点不在佳华的身上 人命关天 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难道我们不能为佳华做些什么吗 当然可以 只要不施展法力 你照样可以去救他 你说得很轻松 我不用法力我能怎么办 即使现在报警 我都担心会来不及 你忘了 还有一个更好的人选 上一次有人救阿哲 救不成 这一次是他赎罪的好机会 你是说 志康 周志康 周志康 你怎么来了 我有事 没空听你说叫 我不是来跟你说叫的 事太严重 你们齐老道把佳华给抓走了 你别急 你说 到底是哪个班派 他敢本票你的儿子啊 咱们什么都没说 也没有说是不是要钱 只说他们的老大姓齐 齐老大 他当然不会给你要钱哦 那该怎么办呢 圣哥 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的忙啊 这倒好办 怎么说呢 我在齐老大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喂 你在哪 仓库呢 是 一切都安排好了 待会见 你到底要怎样 要钱是不是 我们要送你去见盐罗啊 为什么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 圣哥把恨打你的死呢 嫁祸给齐老大 这样齐老大就再也没有办法 介入你们姚氏企业的开发案 够清楚了吗 你们怎么都不讲道理啊 我阿伟是认情不认为 跟你讲什么道理 下面的阿伟是圣哥的人 是个叛徒 那你打算要怎么做 待会儿 我就假话 你看到我开枪 把灯关掉 然后呢 你带家伙走啊 那你自己怎么办 你不要管我 我不会有事 走 好 请稍等 大哥 您电话 喂 高律师啊 这么晚了你还打电话来 有什么指教吗 七哥 七哥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你说什么 信尧的把开发案的主导权给了阿社 你确定吗 千真晚确 我一接到同业的消息 就赶紧来跟你报告 好 我会随时跟你密切联系 今天晚上可热闹了 也到了该收网的时候 太好了 看来当铺也有进账 同志阿伟 所以我现在就赶过去 我要亲自把这个姚家伙 带到姚成坤的面前 亲手做了他 人在哪里 被我保安那儿 就等你吩咐 把人带过来 慢着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受朋友之托 来这儿要回他的儿子 这里是我的地盘 没敢来要人 你是吃错了药 还是脑袋出了问题 没有三两三 哪敢善良三呢 有何可是我来�和你 我来天后 我我看来 就如不你在这儿 我看来 有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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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 有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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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 阿盛 看起来我们双方人马 平分秋色 我们把家伙收起来 有话好好商量 谁跟你平分秋色 阿卫 你 没办法 圣哥开给我的条件太好了 我实在忍不住 你这个叛徒 让我今晚栽在你手里 废话少说 阿卫 杀了他 你们在干嘛 七哥 抱歉 我来玩 阿卫 阿卫 你以为你的计划天衣无缝 你没有想到吧 我早在圣哥身边 有损案 放开 齐哥 放开 阿卫 你放了 齐哥 我留你一条生路 齐哥 你会让我走吗 你滚吧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阿卫 打开 走 enses malo 等一下 我走吧 放开 我 滚 走 阿康 你放我一马 我以后会报你的 小费话 快走 高律师 你快去救我 你想要我怎么救你 我 我要点当 当什么都可以 只要能够救我就好了 好 只要你愿意点当你的灵魂 我就可以保住你这条命 我愿意 我愿意 只要能活命 我当什么都可以 好 那我就如你所愿 当料理 不是彼此更痛 有事不得嘲笑 可以 还可以吧 好 谢谢你们 不要客气 谢谢 尽量吃尽量吃 那边还有 谢谢你们 谢谢 光老板 安心小姐 欢迎欢迎 听说今天 是白先生和阿金小姐 一手创立的基金会成立 特地前来道客 谢谢 希克 希克 没想到我们这小小金基金会 惊动了两位大驾光临 让我们弘弊社会不少 我们不请自来 你们应该不会介意吧 怎么会呢 你们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 高老板 来 请 哇 小师妹 今天好漂亮哦 有些这个礼服 还有这个项链 真的是好极了 借我看看好不好 这个呢 可是我老板 特别送给我的礼物呢 真的吗 连选动物也会开窍啊 小师妹 真是魅力无法挡 我们两个共同生活 我对她好 是应该的 怎么 你羡慕吗 这也难怪 有些人啊 活到这么大岁数 到现在 好像都还没人掉 小师妹 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 我看你多吃点蛋糕吧 嘴巴可能会甜一点 两位 不好意思 这个蛋糕很好吃的 您先吃蛋糕 来 请 来 来 这杏铐那不是好东西 又没邀请她 她来干嘛 来者就是客嘛 更何况 我怎么拿扫把 把他们赶出去吧 你想到她跟那天 黑道是一伙 我就一肚子伙 别气别气 佳华 那就离他远一点嘛 去招待其他客人 去去去 看来你个年轻小伙子 蛮谈的来的嘛 好说好说 怎么跟你比呢 你跟安琪啊 看起来才登对呢 怎么 你吃醋吗 我干嘛吃她的醋啊 我只是觉得 你这个是如姿可教 现学现卖 没有枉费我这个 做师傅的指导 看你今年的表现 我给你八十分 你当我师傅 我看不如这样吧 你为了图像八号档铺 我相信我们两个联手 一定是天下无敌 我们白家运点八号档铺 是两条永不交集的平行线 要我们合作 我看啊 我们打一架会快一点 看来我们的战争还没结束呢 所以喽 多吃一点才有力气到 请服呦 今天穿那么帅 跟你们朋友约会啊 很帅呦 还是老样子 大部分词词 有没有帮我问啊 卖不卖 你说那幅话啊 我帮你问过我们老板娘了啦 可是她坚持不卖 不好意思 喂 是 我马上回来 各位兄弟 我现在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 从阿胜手中接收回来的地盘 从今天起 全权交给阿康管理 以后你没有任何事 就问阿康 知道了吗 知道 大哥 我还没到那个位子 你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 我怕担不起 别推辞了 你做事沉稳 有担当 又有魄力 把阿胜的地盘交给你 我放心 大哥 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阿康 跟姚承坤合作的案子 你有什么看法 吉哥 我认为姚承坤 跟盛哥比起来 他聪明很多 狡猾很多 我们需要点时间 那要说服这只老狐狸 还真有点难 所以我希望 请高涵替我们书院 去说服姚承坤 这样子 这个案子推动起来 就方便多了 好 就这么办 我还有阿伟那个判斗 绝对不能放过 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重重惩罚 一阵半位 吉哥你放心 我已经交代兄弟 也去办了 刚好这一天 抓到几个圣哥的手下 很快就知道阿伟的下落 很好 你做事快很准 我果然没有看错 小姐 我要一杯拉特 欢迎光临 你要抢我请啊 古海韻小姐 古小姐 我怎么敢呢 要不是有人说有事 要请假找我来代班 我宁可还在家里睡大头觉呢 我刚从希腊缸回来呢 雷时差都还没跳回来呢 没看过像你这么懒的老板 老是住过去 王伍应该回来电影看看吧 这是你的布鲁咖啡 有你在 我就放心嘛 对了 这一天电影的生意 还好吧 挺不错的啊 辛苦一年多了 这个月总算开始赚钱了 小姐 买单 回来 是哪一个啊 多少钱 还是火来啦 一共三百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光临 那 你别老这么一副副时间 听烟火的样子好不好 这你也知道的嘛 我通过这些琐碎的事情啊 是一点都搞不定的 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练习一下 不然如果我真的请假 你就糗了 那 这里面是记着一些 平常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各种咖啡的煮法 还有老客人的习惯 对 我上次不是跟你提过的男生吗 就是那个啊 说要跟你买那幅 还请话的那个客人啊 他每次来的时候啊 都点一杯 大波恋爱 他现在还常来吗 你说不肯卖那幅画 他现在来得更勤快了 想不到 这样有那么欣赏我的话 你不知道他讲得有多酷啊 他不爱讲话啊 你只要静静坐在这边 那样子超有魅力的 帅呆的 我看是情了烟里出西施吧 嗯 我是对他有意思啊 你就让我做一点小小的梦好不好 反正到时候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了 是吗 你也知道 我对男人的外表 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是啊 反正你什么都有了 一切都那么完美 好了 你别求我好不好 我是羡慕你好不好 谁像你那么幸运啊 有好家事好男友 可以做自己喜欢多的事 没事就出国 这么好 好了好了 我们不了这些了 赶快来帮我多复习一下 对对对 我跟你讲哦 我所有东西全部都小心讲你过了一遍哦 像糖的话我都放在这边嘛 然后奶精就放在柜子下面 然后像 周大哥 谢谢你那天救了我 没事吧 今天是我们双方面开会 高律师怎么也来了 我是齐哥的律师 当然要来参与会议 怎么会这样 他不是盛哥的人吗 哦 那是以前的事情 以前盛哥有法律上的问题 我介绍高律师给他认识 基本上是生意来往 没什么关系 没错 生意归生意 交情归交情 不能混为一谈 你不用那么紧张 你不用那么紧张 你救了我 我很感激 不过有一点请你要认清 你放心了 我们绝对以正当的方式跟你们合作 你明白就好 我不希望在开发工程的过程中 有任何负面的事情发生 姚董 只要你同意将这工程的发包工作 交给我们 我相信开发案一定能进行得更顺利 齐哥的诚意我了解 不过这个工程的发包 姚董 发包的过程 我们觉得以双方最大的利益 作为考量 你说得轻松 我倒想请问 工程方面 你们有经验吗 我看不如这样吧 你们把土地卖给我们 我们开给你一个好的价钱 姚董 我知道 你对我们公司的背景还是有所顾虑的 放个角度想吧 由我们加入 黑白两道的麻烦 我们都可以帮你解决 当然 你们是正当天赢 可是万一有了麻烦 也得有人帮你们解决啊 不是吧 放心了 我们不但不会为你增加麻烦 反而会替你创造更大的利益 姚董在工程界混了那么久 应该听得懂周先生所说的意思吧 你话这样说 也是没错 我建议 马上研究一下这根器官 家伙 姚董 我们七哥 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 来展现他的诚意 也就是说 他对这个案子 是势在必的 我相信聪明的你 会做出最明智的决策 爸 再想一想 爸 你为什么要跟他们签约啊 这根本是引狼入室嘛 要不然你要我怎么办嘛 我们能不签吗 爸 你只要一让步 以后后患无穷啊 不 有这一批人帮忙 帮我们排除障碍 对开发案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爸 好了 不要再说了 今天也不是为了你 我也不会被迫签这个约 还跟我抬出来引狼入室 算了 以后公司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 免得你心烦 夏娃 夏娃 亏我辛苦把你养这门的 用个屁一用了 周大哥 这一份是备忘录 还有工程相关资料 我全部都已经整理好 你可以交给齐哥了 有件事我想问 你想打听你弟弟志祥的下落 是 按规矩 我是不应该告诉你 关于你弟弟的消息 不过 看在你帮我收了圣哥灵魂的份上 我可以破例 透露一点讯息给你 他在哪里 他还好了 我只能跟你说 他还活得好好的 不过 他跟黑道之间关系很深 会有一些瓜葛 怎么会 他 告诉我 那个佳华 就是志祥对不对 告诉我 那个佳华 就是志祥对不对 他是不是我弟弟 天机不可泄露 除非 你愿意 你愿意再典当来交换这个秘密 你 你不要白块紧接 我不会再典当 老板 我不懂 为什么你要让周志康知道他弟弟的事情呢 我是丢个耳给他 等他来上钩 什么意思 一个身在黑道的亡命之徒 他最顾忌的是什么 家人 除了亲情 我想应该还有爱情跟友情 不过这两样 他现在都没有 这就是他的弱点 他宁愿典当自己童年美好的回忆 来换取他弟弟一生的幸福 就是因为啊 他典当了童年美好的回忆 所以在他成长过程当中 他就只好一直被可怕的梦魇给纠缠着 如果现在周志康在背负上亲情的压力 他还能支持多久呢 我看也用不了多久了吧 不过有一点我一直搞不明白 既然他承受了这么多的打击 但是到底是什么力量 可以让他一直抗拒我们的诱惑呢 所以我才故意透露一点天机给他 让他对他弟弟有所牵挂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要利用他对亲情的弱点 然后慢慢地逼迫他 让他一步一步地走向自我毁灭 可是他要是真的知道的真相 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毕竟他跟他的弟弟已经有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我想他知道的越多也只是越痛苦吧 第八号档铺 需要的 就是像他这么倔强的灵魂 看来周志康这个灵魂 我们这一次是拿定了 老板啊 看你今天晚上这么开心 既然这样 我就去帮你准备一顿烛光晚餐 好不好 嗯 我现在真的感觉好幸福哦 能够有你陪在我的身边 这种感觉 真的是很开心哎 一顿烛光晚餐 一条项链 就能让女人觉得幸福了吗 谢谢 欢迎光临 请问两位吗 嗯 古海云小姐吗 嗯 我是姚氏经济会的阿金 我们刚刚通过电话的 这位是我给您提过 我们的执行长 白先生 欢迎 两位请坐 谢谢 谢谢 古小姐能够提供您的画作 给我们意外 我代表基金会 感谢您的热情赞助 能为这些孩子做点事情 贡献一点我的心力 我当然是非常有乐意了 两位请坐 我先去帮好你准备咖啡了 麻烦你了 古小姐啊 真的是因为热心的大好人呢 这也真的不错哦 你也看上天幅画了 别看了 那是非卖品 古小姐是不会割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